作为2021年的中法文化之春的大使 您能否谈一下您对法国文化有怎样的印象 其实最早大家了解到法国就是通过法国的电影 那我自己也是很喜欢那些法国电影 而且法国又算是这样就是很多文艺青年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地方 向往吧我觉得 再加上在2018年的时候 我又作为法国旅游推广大使 在法国也拍了一个短片 然后进行一些就是旅游推广的活动 那我自己觉得跟法国就有着很多的不解之缘 而且你知道我们也会参加一些时装周啊 然后会有一些法国的时装的这样的品牌的合作啊什么的 就会觉得自己也很喜欢那个地方 您有哪些喜欢的法国电影 或者是法国的导演呢 它就是给我们讲它的故事 然后让我们自己去感受这些法国的 因为我们去了很多比如说香波堡啊 去了在塞纳河的游船上去看那些美丽的景色啊 清晨去巴黎铁塔 就是当你感受到了一些情绪 它就给你捕捉下来 所以这种创作的一个方式和氛围 也让我觉得很新奇 当然也拍得很唯美和浪漫 那所以我会觉得 也是一段很愉快的拍摄经验吧 反过来说 比如说如果没有来过中国 或者是没有接触过中国文化的朋友 您会给他们介绍中国文化的哪些方面 那我觉得就太多了 无论是从建筑 我们的像 离我们最近的北京的故宫啊 长城啊 这些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那包括还有各个地区的不同的这种风情 都是要介绍的 其次就是 那大家都知道法餐很好吃 那其实我们中餐也很特别 有这么多这么多风格的 多样的这样的美食 那也是必须要介绍的 其次就是我们中国 真的这种博大精神的历史文化 我觉得想要介绍的简直太多了 都不知道该从哪里拎起来的 关于影视作品这个层面啊 您觉得影视作品 能在文化交流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可以让大家直观的 最快速的了解到两地的不同的文化 对 就像我刚才说到 我们最先了解法国的 就是通过法国的一些电影 通过影像 慢慢的让你想要到这个地方 那同样也是 我相信很多法国的民众 也是通过我们一些交流 然后看到我们中国的 无论是图片也好 或者是这种电影也好 影像也好 现在我们有 中国有很多的电影 走到了法国 我们也去过嘎那这样子 那大家也是互相通过影像来 来了解彼此的一个文化也好 历史也好 包括现在大家的一个生活状态也好 我觉得是最直观的 慢慢的也会想要说 通过这些影像里面表现出来的 人啊 是啊 包括景色都会想要你自己亲身到那里去看一看 因为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展现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您主演的影片革命者也将在7月1日建党节上映 那能否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部影片以及您参演的感受 其实今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在7月1号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 自己也有一部电影叫革命比较上映 其实我演的就是李大钊的老婆 然后叫赵仁兰 那这个角色就是特别朴实的一个劳动妇女 但她也是为了支持李大钊 为了支持我党的这些事业 默默做了自己的牺牲和努力这样 其实会觉得很伟大的一个角色 那自己在饰演起来也会被里面的一些事迹所打动 包括让我们回顾了这段历史 又重温了那个很激情 很有热血的年代吧 然后也给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的激励 那您在做这个角色的功课的时候 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吗 其实在完成这个角色的时候 大家肯定还是要首先了解这个人物 其次就是对于人物的理解 以及对于拍摄故事的一个感受吧 我觉得无论是演历史人物也好 或者是演历史现代人物也好 或者是这种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好 它外面不离其中就是情感 当你把内心的情感真正地放在这个人物角色当中 你就会设身处地地去感受到他所经历的一切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在情感表达上会更顺畅一些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家乡的 您是舞者出身 又来自美丽的新疆 那面对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 您会怎么介绍自己的家乡呢 我肯定会告诉大家 首先我们新疆占我们六分之一国土 它很大 其次它很美 它也有不同的就是特色吧 有沙漠戈壁 然后也会有这种山川河流湖泊 那有很多的美食 有美女 对我觉得新疆是一个你必须要去的地方 它有很神秘的这些传统的一些故事 对 都会吸引我们吧 对 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成为一个像向导一样的人 然后带领 每年都会带很多的朋友去新疆玩 然后带他们去领略这种新疆的味道吧 中国日报有很多年轻的读者 那么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在生活或者工作中 很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 比如说焦虑啊这样 那您对此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可能除了比如说找朋友倾诉啊 或者就是去运动一下 吹一场汗 让它能够缓解意外 其实最主要还是要感受到内心的一个平静和力量吧 我觉得律师不要慌 然后让自己沉着冷静起来 然后当然很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可能 你让他特别沉稳地去应对一切 可能还做不到 但是我觉得多去分享 多与周围的人一起去探讨 对 因为现在说实话的很多人越来越喜欢独居 越来越喜欢封闭自己 我觉得是把自己敞开很重要 当自己的力量不够的时候 你去感受周围的人 然后去拥抱周围的人 相信大家都会给你一种力量 那当然这个力量越来越大的 我自己也会越来越强大起来 其实今年疫情让我们特别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拥抱的力量 这种大家所有人团结在一起的力量 以及就是一起 就是我们以前老说种植成城 其实那个时候最早我觉得种植成城你体会不到 真的这一次大家会觉得 哇 所有人凝结在一起的时候 你看我们疫情也得到了控制 而且会感觉到这个社会无比的温暖 对 可能以前只会在网络上 或者是在一些文字上感觉这种力量 那这次是就是切身地感觉你的这些温暖 这些力量就在你的身边 并且这种温暖这种力量很强大 会让你也觉得自己也应该输出 对 所以就是这是共同的